看懂每一部好电影,还原最真实的剧情,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非常经典的犯罪悬疑片《沉默的羔羊》 主人公史达林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实习探员 这天,他在树林中做体能锻炼的时候,接到了上司克劳福的传唤 似乎有什么任务要指派给他 史达林急忙来到办公室,不过克劳福去开会了,可能要等一会儿才能回来 无聊的史达林四处闲关了起来 偶然间,他看到墙上贴着很多凶杀案的照片 一个叫水牛比尔的杀人犯,已经连续剥下五个人的皮了 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克劳福走了进来 史达林是学校里的高材生,主修心理学和犯罪学 毕业之后,就来到行为科学组为克劳福工作了 最近,他们正在分析连环杀手汗尼拔的变态行为 这对一些许久未破的悬案有很大帮助 但是汗尼拔却并不愿意跟自己合作 所以,克劳福便想派史达林去精神病院 看看汗尼拔最近在做些什么 画面来到精神病院中 齐顿医生为史达林讲解了接见流程 汗尼拔的恐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史达林不许接近那块玻璃 更不许向他投递任何坚硬的物体 或许旁人会认为齐顿医生的做法过于紧张了 但事实证明,在面对汗尼拔的时候 绝不能有任何的纵线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 汗尼拔因为胸闷被带到了医疗室中 因为要做新电图 所以便把他的口罩摘了下来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汗尼拔居然偷袭了身边的护士 护士的面部器官尽灰 医生只救回了他的一只眼睛 更恐怖的是 汗尼拔的整个作案过程 脉搏从未超过85 进入牢房之后 史达林坐在了汗尼拔面前 他此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目的 只不过是想让汗尼拔完成一份调查问卷罢了 汗尼拔看完问卷后笑了笑 克劳福就用这种拙劣的东西分析自己吗 接着汗尼拔便开始讽刺史达林 从学校到生活到家庭 他用最沉稳的语调 说着最让人恼火的话 而史达林也确实被他激怒了 他强忍着怒火 让汗尼拔将问卷打腕 不过汗尼拔却将问卷定了出来 虽然史达林是心理学的高材生 但在汗尼拔面前 他稚嫩的就像一个刚出世的孩子 离开之前 隔壁牢笼的犯人将一滩白色液体 甩在了史达林脸上 嘴里还不停地侮辱着他 看到这一幕的汗尼拔 急忙把史达林喊了回来 他生平最恨不懂礼貌的人 虽然自己不会做那份问卷 但他会给史达林一次升职的机会 据说 FBI在查水牛比尔的案子 他让史达林找出自己以前的病人 莫菲小姐 或许他的身上 会有史达林想要的东西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史达林都在搜集莫菲小姐的资料 汗尼拔是位心理医生 不过他在被捕前 已经将病例全部销毁了 从病例入手 根本毫无头绪 汉尼拔在精神病院中 曾提到过一个你自己仓库 汉尼拔来自巴尔迪摩 于是史达林便翻看了当地的电话簿 并在上面发现了一间 同名的自住室仓库 第二天 史达林按照地址来到了这里 据房主介绍 有个叫莫菲小姐的人 一口气交了十年房纵 虽然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 但因为合约没到期 自己也没打理过这个仓库 史达林用千斤顶将房门顶开一个缝隙 然后便拿上手电筒钻了进去 房间中全是一些陈旧的物品 角落里还有一辆被红布蒙住的汽车 史达林打开车门走了进去 发现里边居然有一颗浸泡在罐子里的人头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 史达林再次找上了汉尼巴 莫菲小姐的名字应该是个字密 翻译过来就是 我剩下的东西 其实这个仓库是汉尼巴租下的 里边放着的也都是他剩下的东西 史达林询问他 里边的人头又是谁的呢 汉尼巴表示 是自己以前的一个病患 他的恋爱对象有些怪异 明明是一个男人 却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性的模样 至于病患的死 很可能是他的伴侣所谓 当史达林想要继续追问 凶手是谁的时候 汉尼巴却突然转移了话题 他在这个牢笼中已经生活八年了 这里不见天日 没有风景 甚至还要受到奇顿一生的折磨 如果史达林能帮他换一家监狱 自己则会帮他抓到水牛别 史达林明白了 汉尼巴从始至终都知道凶手的身份 他只不过再跟自己谈条件罢了 画面来到孟菲斯市 一名金发女子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公寓 但是在进门之前 他却看到 有个胳膊受伤的男人 正吃力地往车上搬运沙发 女子于心不忍 便上去想要帮助他 不过 他刚把沙发搬上去 就被男子三两拳打晕了 男子看了眼他的衣服纸马 穿14码衣服的女人 刚好是他的狩猎目标 一周之后 警方在湖中发现了多具女士 从作案手法来看 无疑是出自水牛比尔之手 其中有一个死者名叫白梅尔 别的死者都被草率地丢在了湖边 唯独白梅尔被捆上重物沉入了湖底 更让他们搞不懂的是 受害者生前并没有被侵犯和虐待的现象 水牛比尔会让被害者生存三天 然后再用枪射杀并剥下死者的皮 画面来到殡仪馆中 他们现场对白梅尔的尸体进行了检验 死者背部有两个菱形的伤口 皮肤已经被割掉了 女子的两根手指已经折断 指甲里还有泥土和沙粒 这说明他生前似乎想从哪里爬出来 紧接着 验尸官给死者的牙齿拍了两张照片 不过史达林却从照片中发现了异常 女子的口腔中仿佛有什么异物 验尸官用镊子将异物取了出来 发现这是一个类似于虫茧的东西 虫茧是不可能自己爬进嘴里的 除非有人把它塞了进去 晚上 史达林来到一家昆虫研究室 他想了解一下 这只虫茧到底什么来路 经过检验 研究员发现这是一只骷髅飞蛾 奇怪的是 这种飞蛾通常只生活在亚洲 能够在这里发现骷髅飞蛾 说明有人在饲养它 画面来到一间阉暗的地下室中 房间中有一口枯井 里边不时的传来女人的求救声 看来这里就是水牛比尔的牢笼了 此时电视中报道着一则新闻 参议员的25岁女儿凯瑟琳一晚失踪 从近期频繁发生的连环杀人案来看 她很可能已经落在水牛比尔的手里了 看到这则新闻的史达林来到精神病院 参议员对汉尼拔寄予厚望 如果她能救出凯瑟琳 参议员将会把她转移到一家环境更好的医院 那里虽然也是高度设防的 但是医院设在公园中 汉尼拔可以从病房直接看到公园的景色 除此之外 汉尼拔每年还可以离开医院一周 去普拉姆岛度假 当然也是在特种部队的监视之下 这个条件对汉尼拔来说还算比较有吸引力 于是她就给了史达林提问的机会 不过作为交换 史达林也要回答汉尼拔的问题 汉尼拔的第一个问题是 史达林最糟糕的童年是什么 史达林表示 是父亲的子 他是镇上的警长 后来在抓捕劫匪的时候中枪身亡了 那时候自己只有十岁 面对史达林的坦白 汉尼拔也向她透露了一个消息 所有受害者 想必身材比较肥胖吧 史达林回答 是的 不仅身材肥胖 还会在死者口中发现一只飞蛾 汉尼拔表示 飞蛾的特点是转变 由幼虫转变成有 再转变成飞蛾 这是水牛比尔的愿望 它同样想要转变 接着汉尼拔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父亲去世后 史达林接下来是如何生活的 史达林回答 自己的母亲去世也很早 无依无靠的她便去了蒙大拿州 跟母亲的表妹夫妇一起生活 但只生活了两个月 她就从那里逃离了 汉尼拔怀疑家里的男主任 对史达林有非分之想 不过史达林却否认了 男主任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接下来开始交换资料 汉尼拔告诉她 水牛比尔虽然喜欢女装 但她却不是一装癖 而是从心底里渴望成为女人 童年的遭遇让她嫌弃自己的身份 这也是她迫切希望变性的原因 只不过所有的变性医院 全都不接受她的申请 史达林现在要走的 就是探寻她童年时的心理创伤 画面来到地下室的库景中 凯瑟琳请求比尔放了自己 她的母亲是个非常有权势的人 只要比尔开架 无论多少钱她都会给 不过比尔却没有回应她 只是让她把润腹液涂在身上 顺着吊篮降下来的灯光 凯瑟琳发现 枯瑟琳周围全是血熟液 甚至还有一个脱落的指甲 粘在墙壁上 这让凯瑟琳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 另一边 精神病院的齐顿医生 偷听到了汉尼巴与史达林的对话 但据她了解 参议员根本就没有跟她有过任何协议 这一切都是史达林 为了套取她的线索编造出来的 不过史达林的做法 也给了自己灵感 齐顿跟参议员拟定了一个新协议 只要汉尼巴 说出水牛比尔的真实性命 她依旧会被转移到田纳西州立医院 汉尼巴表示 水牛比尔的真名叫路易斯法兰 至于其他信息 自己要当面对参议员说 在跟齐顿聊天期间 汉尼巴的眼神 一直盯着床上的签字笔 她的心里 似乎萌生出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 科劳福接到了商机打来的电话 史达林冒用参议员的名义 向汉尼巴开出了条件 这让参议员非常愤怒 所以从今天开始 汉尼巴将会移交司法部管理 晚上 汉尼巴被押送到了孟菲斯 参议员已经再次等候了 虽然史达林对汉尼巴 做出了虚假的承诺 但只要他说出凶手的信息 自己仍然可以让那个诺言成真 汉尼巴表示 凶手大概35岁左右 身高5英尺 体重约180磅 金发浅蓝色眼睛 目前很可能居住在费城 这对参议员来说 无疑是最直接的线索 他立刻派人开始搜查 同时将汉尼巴 关押在了本地监狱 便于他有新发现时 向自己汇报 当天晚上 史达林以联邦探员的身份 来到了这家监狱 汉尼巴是个善于玩字迷的人 他供出的路易斯法兰 变换一下拼写顺序 就是流化帖 汉尼巴向参议员提供了 虚假的信息 那真实的信息又是什么呢 汉尼巴没有急着回答他 而是将话题 转移到了史达林的童年上 史达林跟表亲居住之后 为什么要突然离开 史达林回答 那天早上 他偶然听到了一阵尖叫声 他走出屋子 发现有人正在宰割羔羊 史达林第一反应 就是拯救这些可怜的生命 但是当他打开闸门之后 那些羔羊却全都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于是史达林就抱走了一只小羊 他以为自己至少救下了一只羊 不过那只羊太重了 没跑到远就被警察的车子接住了 男主人对他的做法非常气愤 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孤儿院 而那些羊也全部被宰杀了 从那之后 史达林的梦中 就经常出现羔羊的尖叫声 而等待解救的凯瑟林 就像那只羔羊一样 他认为救下了凯瑟林 那些羔羊就会停止尖叫 史达林也就从黑夜中走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齐顿医生带人赶到 史达林已经没有对汉尼拔的管辖权了 上级命令他立刻乘坐飞机离开 晚餐时间 两名警员给汉尼拔送来了一份羊牌 为了确保安全 他们将汉尼拔的双手靠在了牢笼上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汉尼拔偷偷偷将千字笔的金属笔芯 藏在了手中 当狱警打开牢门之后 汉尼拔立刻用笔芯撬开了手铐 接下来就是汉尼拔的杀戮生厌了 这些在观众眼里惊心动魄的场面 汉尼拔却表现得如此从容和优雅 没过多久 警员们听到汉尼拔的牢房中 传来几声枪响 意识到问题的人们 立刻全副武装 一点点地向着牢笼逼近 但是当他们冲进来之后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只见一名警员 被掏空内脏挂在了牢笼上 另一名警员也面容敬毁 奄奄一奄一息 就在他们准备将伤员送往医院的时候 电梯顶部突然开始往外渗血 警员们的第一反应就是 汉尼拔肯定藏在电梯上 他们叫来增援 准备将汉尼拔生擒 不过打开电梯顶盖才发现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汉尼拔 而是整个面部都被割掉的同事 画面来到救护车上 伤员缓缓从担架上坐起来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汉尼拔 他用自制的人皮面具骗过了所有人 第二天 消息传到了史达林耳中 警方在孟菲斯机场发现了那辆救护车 车上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杀了 汉尼拔还杀了一名游客 抢走了他的衣服和钱 现在汉尼拔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汉尼拔的越狱 意味着水牛比尔的线索中断 史达林不得不从汉尼拔留下的资料中寻找线索 他们拿出一张地图 发现汉尼拔将所有受害人 被发现的位置标注了出来 下面还背出了一句话 如此杂乱的分布现场 是不是有些过度随意了 这简直就像一个差劲说谎者的精心安排 史达林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凶手表面上将尸体随意丢掉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有规律的 史达林回想起了 唯一被沉入湖底的女人白梅尔 从鉴定报告上来看 她是第一名受害者 但却是第三个被发现的 这就说明凶手在有意隐瞒第一名受害者的身份 汉尼拔曾经说过 人们会贪图每天见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在暗示史达林 凶手每天都会见到白梅尔 所以才会贪图她的皮肤 由此可见 凶手肯定认识白梅尔 带着这个线索 史达林来到了白梅尔的家 接待她的是白梅尔的父亲 自从女儿遇害后 她的房间就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史达林在卧室中转了一圈 最终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件 背部被刺上菱形图案的衣服 这跟白梅尔缺少的皮肤形状一模一样 史达林立刻给上司打取电话 表示自己掌握凶手的信息了 凶手是一个裁缝 他在用女人皮为自己缝制衣服 他故意将受害者扼上三天 是为了让他们的皮肤变得松弛 不过还没等他说完 上司就打断了他 警方已经掌握凶手的资料了 他在汉尼拔的笔记中 发现了一个叫杰米的男人 他们把名字输入到犯人库中 发现这个人的信息 跟汉尼拔描述得一模一样 现在自己跟飞虎队 正在前往杰米的地址 上司让史达林在附近看看 还有什么线索 自己抓到凶手之后 会第一时间通知他的 画面来到一家药店 史达林找上了白梅尔的好友 询问白梅尔生前 有没有经常接触的陌生人 好友表示 白梅尔时常会给一位老妇人 搓衣服 为了了解更多线索 史达林按照好友提示的地址 来到了老妇人家 而开门的正是水牛比尔 史达林以为她是老妇人的家人 便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比尔知道 绝不能放这个女人离开 于是就将她请进了屋子 房间中摆放着很多缝纫用的线团 而且还会有飞蛾落在上面 史达林瞬间就明白了 老妇人已经被杀了 眼前这个人就是水牛比尔 他迅速掏出手枪 让比尔双手抱头 但比尔却一个转身 溜进了地下室 史达林小心翼翼地跟进去 并在枯井中找到了凯泽林 不过现在还不是救人的时候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牛比尔的下落 就在他高度紧张的时候 房间中的电源突然被切断了 比尔戴上夜视镜 现在的史达林 就是他眼中的羔羊 他一步步地接近目标 就当他准备开枪的时候 听到声响的史达林 迅速转身 将比尔击倒在了血泊中 比尔到此也不会想到 自己居然会败在一名 实习探员的手上 影片的最后 史达林因破获连环善人案 获得升职 在升职庆典上 史达林接到了汉尼拔 打来的电话 汉尼拔是来恭喜他的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史达林 而变得更加有趣 自己不打算去找他了 因为他约了一个老朋友吃晚饭 汉尼拔的目光 妄想不远处的奇顿一生 电影结束 相比于《红龙》来说 本部影片更多地展示了 汉尼拔的人格魅力 相比于层层推进的破案过程 我个人更喜欢汉尼拔 与史达林的思维交互 汉尼拔依旧是那个 可以洞窜一切的智者 他自信可以看穿 所有人的内心 但史达林的出现 颠覆了他的想法 史达林跟他讲过一个故事 尖叫到羔羊 故事起初的时候 汉尼拔曾猜测 他可能是受到了遗父的侵犯 或者因为贫穷 才想要逃离的 但史达林的答案 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竟然为了一只 带宰的羔羊 放弃了自己安稳的生活 汉尼拔在他身上 看到了一种大爱 史达林会对 正在饱受苦难的生灵 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并付诸于行动 这本就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在汉尼拔的眼里 世界上的人类 大多都是自私的 这些人在他眼里 就是沉默的羔羊 所以他在吃人的时候 心跳都不会超过85 而史达林的出现 无疑让汉尼拔对世人 又恢复了一些自信 所以他最后 给史达林打电话的时候会说 这个世界因为有你 而变得更加有趣 而史达林之所以 会出现这样的情怀 主要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挥之不去的童年 常常让史达林陷入痛苦的深渊 让他恐惧的 不是羔羊被宰杀 而是打开闸门之后 他们仍然不知道逃跑 就像那些陷入迷途的人们 危险已经来临 而他们却浑然不知 于是史达林 立志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警察 去拯救更多待宰的羔羊 转变是沉默的羔羊中 最主要的话题 当女主面对内心身处的恐惧时 她丢掉了自己身上羔羊的外套 变得勇敢坚韧不可战胜 她勇于和极度危险的汉尼拔合作 利用自己的博爱 一点点感化汉尼拔 最终从她那里 获得了破案的关键线索 这一过程 无疑就是女主转变的过程 她从一个沉默的羔羊 转变成了拯救羔羊的英雄 但是转变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一现象 在水牛比尔身上 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内心同样渴望蜕 但她的蜕变却是病态和残忍的 幼年时期的她 收尽了母亲的虐待 于是她在心里上 便认为女性是最强大的 她渴望变成女性 但所有的变性医院 全都因为她的精神问题 拒绝手术 所以比尔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她跟史达林同样都是高养 但后者选择了坚强 而她则选择了杀戮弱者 从外表上满足自己 汉尼拔同时看到了两个人的蜕变 所以她才会对史达林说 你有抓到水牛比尔的本领 影片的最后 汉尼拔在电话中询问女主 你梦中的高养还在尖叫吗 史达林没有回答她 但是答案却已经揭晓 她每晚都睡得很沉很甜 因为高养们已经安静了 《沉默的高养》 是一部内心戏极其丰富的影片 看懂了其中的内涵 往往都会被她的魅力吸引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只沉默的羔羊 当我们陷入孤独和无助的时候 那只灵魂深处的羔羊 都会发出悲鸣般的尖叫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 没有人能够到达那里 只有勇敢面对 才能让自己得以救赎 才能让那些梦中的羔羊 闭上嘴巴 或许这才是沉默的羔羊 真正想要传达的东西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